近日在香蜜沉沉进入霜中饰演玉人玉的罗云熙参加了某综艺节目 现场还放出了好友杨子爆料的视频 杨子表示在拍摄期间两人都有怪癖 剧组只有一个厕所 而两个人都会同一时间去上厕所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会互相谦让一下 后来慢慢就变成了抢厕所大战了 对此罗云熙则表示 后来我就假装没看见他 先直奔厕所 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 罗云熙你下次去有两个厕所车的剧组吧 所以这两个是抢厕所CP吗 非凡一乐整理报道